欸喲聊四季 天天都關心 大家好我是Nel 今天要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是MBL 對上米亜 好 那很久不見了 MBL也回到我們頻道中 那米亜也是 米亜也是一段子沒出現 就來看一下他們兩位在天梯上面 遇到什麼樣的火花吧 先來看一下阿茲特克人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特色是一開始的所有村民 都有這個所有資源的攜帶2加3 石頭黃金石物木頭 都會加3 那他的這個棒棒呢 也是非常強大的 均衍的話有這個11%的加速 但其實不是非常重要 那他最重要的是這個金冠 龍冠戰爭喔 那龍冠戰爭的科技呢 可以讓他所有的步兵單位 加上了4攻的傷害喔 非常高 而且他本身還有3攻喔 所以他的阿茲特克的步兵 倒後期是非常痛的 但是他有點樂服掉他的這個槍兵路線 讓他變成只有縱裝長槍兵 沒有幾兵可以用 所以他的槍兵不會過於非常誇張的槍 雖然基本上護出的時候傷害是蠻誇張的 那後期如果阿茲需要對付攻兵的時候 還有銀貫科技這個紫毛器可以用 所以讓他來說不會那麼難受 不然這個槍兵大部分情況 步兵攻兵是很難處理的 但這個紫毛兵就同等於 讓阿茲特克擁有了帝王戰爭 是一樣的道理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選擇的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這個文明的最大特色 他在修道院中研發宗教狂熱 跟神聖思想 這兩個科技呢 一個是可以增加 生女的跑速跟生女的血量 那都可以用在村民身上 研發完之後 村民跟生女都可以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村民來說 波西米亞可以增加他的 村民的跑速 所以城堡時代來說的話 應該要是早點下這個修道院 然後按下宗教狂熱 先增加一下跑速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波西米亞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寶兵 寶兵這個 算是什麼 戰車嗎 其實他的寶兵 我很早在用 有點忘記他的這個寶兵叫什麼名字 但他的寶兵呢 是非常適合打工兵用的 遠防高 而且可以射出很多炮彈 那波西米亞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城堡時代就會研發化學 這個意味著他城堡時代就可以出火槍 還有出工兵 讓工兵多加一攻 所以要特別注意跟波西米亞的工兵對色的時候 要注意看對方有沒有偷點化學 這個化學一點下去 天崩地裂 非常痛 好 那波西米亞後期還有他的王牌 比如彈炮 比如彈炮一點完之後呢 他的這個傷害 弱點範圍也是非常廣大 戰至連遊俠 數量一多的時候 連遊俠都可以秒掉 非常難受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波西米亞地圖 黃金偏靠前 然後果汁偏右 地圖上來說的話 算是超級大爛圖 好 這個前面超級難手之外 上面這裡也不好圍死 要他只能再稍微小圍小圍 然後這邊再圍到底 那上方這邊的話就要看到底要怎麼圍 這邊可能就直接拉過來 稍微圍一下 或是直接這裡圍 讓對方可以這樣一直繞來繞去 就會很煩 所以米亥這張圖 我只能給個30分或20分 20分原因只是因為他有三片墓區 如果他是一片墓區或是兩片墓區的話 那就是0分了 至少他有三片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MBL這邊 MBL 哇這個墓區也是三片 但是他的正面 圍起來來說比較好守一點點 他的圍法更簡單一點 他只要這邊圍一下 然後這邊再拉個墓牆 再用這邊TC連防一下 就差不多了 好這邊再圍過來 然後這邊再圍一下 這樣圍也是蠻奇怪的 這樣有點算偏大圍了 這邊也再稍微鎖死 這邊也是圍一下 這裡圍一下 稍微都小圍小圍 就可以圍起來一個安全的地方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打法吧 目前看起來破細蜜阿 這邊是要來打棒棒 兩隻棒棒已經走到了MBL家裡 先靠了一下 那MBL即時的反制回去 織布技術也好了 現在要拖到一隻船民 難度就會上升很多 那MBL這邊是選擇18P上風 上死時間偏早一點點 這邊想要拉一隻 村民回家 但這邊直接被阻止掉了 那這裡有一隻在右邊的村民有點危險 上面又在開打了 棒棒兩邊血量消耗的蠻快的 那這邊在打的時候注意的是 不要讓你的村民有落單的可能性 盡可能抱船 一起踩資源 才可以有效的反擊對方的棒棒 甚至是齁 好 MBL這邊防守打得不錯 基本上沒有浪費太多的 村民的採集時間 就把對方的棒棒打成殘血了 這邊弓兵毛兵一出來 直接可以輕鬆解掉 這邊按隻牆兵也可以輕鬆解 這邊牆兵一開始就有三攻的傷害了 比這個棒棒少了一攻而已 好 那破細蜜阿這邊也是出了弓兵 弓兵線還是打了雙射箭場 哇 雙射箭場的變異黃金要繼續補 至少要補到八到九村 才可以把這個雙射箭場的黃金工兵數量給拉起來 接下來看一下阿茲 阿茲這邊是打戰矛 要配點老鷹 再按老鷹 老鷹這個單位 在城堡實在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他不僅可以抗 森旅的招翔之外 打算力也會有額外傷害 而且造價便宜 騎士是要75黃金 但是老鷹只需要50黃金 25食物 造價非常的省 所以可以更容易的 比對方的馬國 騎士爆出更多的英勇士 打英勇士對抗騎士的情況下 要特別注意是要先點攻擊力 而不是防律力 但這場阿茲特克 是遇到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是偏攻兵的國家 所以MBL可能會先點一下攻兵 不是攻兵鎧甲 這個步兵鎧甲 而不是攻擊力 老鷹爆也是南美中文明 比較強大的一個戰術選擇 來看到這邊 波西米亞直接4 4隻小公走了進來 射掉了一隻村民 兩隻戰王兵倒在地上 也算是成功擋住這一步的攻擊 迷害這邊直接拿到兩殺的一個優勢 村民處稍微拉開了一點點 29村打上31村 右邊再補下一個市集 下方再圍一下 下方八隻村民繼續幹 左邊拉了一個木牆 但是正面雙射箭場威力出來 但是你們看這裡MBL有個細節 他只用單射箭場 就出個毛巾 就可以擋出雙射箭場的工兵數量 這就是我教學的影片裡面有講到 雖然我有教這個21P小公的一個雙射箭場打法 那我有說過單挑盡量不要用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人家太容易 只用單射箭場出個毛兵 點個一擊射 然後就可以順利點到城寶石彈 然後你的雙射箭場龍就被擋下來 那雙射箭場這個打法比較適合在打雙打時候團戰 你在外架的時候比較適合打這個戰術 其他時候打這個戰術太容易被擋下來了 除非你要像波西米亞這樣出一下這個刺猴 正面硬尻這個毛兵 才有比較有意義一點 但是他這邊也直接想要武士刺猴 直接硬點對方的工兵 工兵也是損失非常大量 這邊拉一隻槍兵稍微防守 但最後刺猴傷還是太高了 直接打掉了 但是米亥這邊的工兵數量也是被減少非常多 阿茲特克補下更多的軍營 上城寶石彈直接轉成老鷹 那老鷹這邊需要大量黃金 所以米亥這邊要極力控住這邊的黃金金礦區 好現在是一個封建打城寶 米亥波西米亞這邊還有很多資源 沒辦法讓他上到城寶石彈 好這邊稍微看一下 哇這邊損失慘重4吋都跑不掉了 MBL這邊失誤非常巨大 這個失誤可能會讓他頭破血了 村民樹已經被拉開至快要15吋了 但是這被拉開15吋只是因為 波西米亞還沒剩城寶時代之外 還抓到8吋的關係 所以才會差距這麼大 而且MBL這邊剛剛TC delay並不太多 反正是波西米亞剛剛這裡有delay 所以這個 哇這個是有點巨大 好那米亥這邊利用自己的軍事優勢 直接去運打對方的房子 想要打破這個洞口 但是MBL這邊鷹翅頭也準備好想要硬上 但鷹翅頭雖然還是不夠多 只有1防的關係 被弓兵射還是有點傷害 好現在弓兵的攻擊力是5攻 5攻現在老鷹的話只有3防 所以射一下還有2滴血 如果有生2防的話 怎麼是都是1滴就比較好打 但最後還是用毛兵加上老鷹 得一個搭配解決掉 雖然自己經濟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 那MBL這邊要趕快下修道院去撿生物 因為阿茲特克的這個生物加成 是非常的有感的 3個生物等於4個生物 每一個生物都是33%的加成 所以阿茲特克撿到3生物基本上就穩了 4生物更穩 5生物整不輸 只能這樣講 明顯阿茲特克這邊有減生物的優勢 不管是空圖上 經濟上 或是減生物的一個時間點 都是比波西米亞這邊更有優勢一些些 但村民術很明顯是落後的 經濟上可能會稍微落後一點點 波西米亞這邊是選擇了下了劍塔 在家裡防守 該手都有手 打得其實蠻不錯的 可以盡可能的擋住對方 阿茲這邊把村民直接拉了回去 不是村民老鷹拉了回去 想要重新集結一波 阿茲可以轉出了戰毛兵跟工兵護甲 這邊轉戰毛的用意是 為了想要讓老鷹解放自由 不要讓老鷹在家裡防守 這邊看一下會不會直接打起來 這邊工兵數量有點多了 15隻 波西米亞也上到城堡時代 這邊會先下個大學嗎 有大學已經下了 大學下了之後 先點下了工兵護甲 這是阿茲特克 待會他可能在等落 或是木頭 準備要來點化學 這邊騎士直接被招 但是工兵想要硬點生旅 這邊走位走得不錯 走斜的 戰毛兵定義時間上去硬點 生旅沒有時間可以招搶騎士 騎士還是直接被射死 但是波西米亞這邊的工兵 也是被打到非常的殘 兩隻騎士也是努力在輸出 這一隻帶著生物的生女 能夠逃離工兵的射程嗎 這裡一出來的手女又再次被擊倒了 哇 米亥這邊賺得非常的好 三隻手女直接拿下 雖然自己工兵全部損失掉了 我覺得這樣換起來 交換感覺是波西米亞偏虧的 因為他剛剛這邊14隻的工兵 大概價值就快要500黃金了吧 一隻工兵45黃金 10隻就450了 14隻就大概500黃金 那MBL是300而已 所以總體而已 這看起來MBL還是不虧的 而且勞鷹主要的輸出也沒有變少 但是MBL這邊TC開的偏晚 現在才開下了第二個TC 三TC還沒有開 米亥則是開下第二個TC在前方的位置 這個位置有點微妙 說好的也不好說壞也不壞 不過說我想開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牧區偏厚也是偏中厚的位置 沒有關係 每個人開TC的想法位置可能都不太一樣 那盡可能 我比較建議不要往前開TC比較好 遇到那種會很容易想跟你直接打一套強軍式的人 也很容易TC蓋前面就是在擺給的意思 好這邊有洞但是不敢進去 後面有非常多的軍隊在後面等 米亥看到這個洞也沒有想要鑽 MBL趕快把這個洞給補了起來 繼續加速一下 這時候波西米亞點好了化學 MBL點一下英勇士跟二級防 但這邊有點麻煩喔 因為鷹刺猴就算升級到英勇士喔 還有二防的話 其實也是很難擋掉波西米亞這邊有化學的工兵的傷害 八攻實在是太高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現在是四防了 所以現在工兵射一下還有四滴血喔 其實四滴血就很多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升完之後會變多少 那應該是再加一防吧 對沒錯 三加二 五防 所以一發變成射三滴血 所以波西米亞這邊射三滴血的話 其實就沒這麼痛 但是你們要想一般工兵的話只有兩滴喔 這個三滴血已經算是蠻多的了 那波西米亞剛剛有說到 因為城堡實在就可以研發化學 所以他這邊出火槍喔 射老鷹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MBL現在有點被counter的感覺 這邊可能出大量的戰毛兵對他來說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戰毛直接上高地印頭 OK 老鷹一直想要印上 但上面的輕騎兵加上騎士 直接去騷擾後方三滴的產地 跟戰毛兵的攻擊 這邊做一個拉打 拉打還不錯 但是自己損失了一些 弓兵跟火槍兵 MBL則是損失掉了一半左右的英勇士 後面戰毛兵持續做一個追擊 先優先點掉對方的火槍 好 弓兵可能要全部 吃掉對方的老鷹了 老鷹只剩一隻而已 後方繼續輸出 打了非常多的傷害 這邊著到的火槍處理一下 把這個叛徒 叛徒啦叛徒 遇到叛徒直接跑掉 但是還是被招走了一隻騎士 好險是殘血的 剩下6滴血 來不及回頭補一刀 厲害 把自己的騎士也往回拉了 後面投資車走了出來 第三個TC再度往前蓋 哇 波西米亞打這麼兇 這意味著他沒有想要打後期榴彈炮了 通常這樣打就是要打一個超強軍事了 好 我們來看看這邊交戰 OK 砸了一發 頭車沒有正中紅心 在毛兵的一個血量 血量只被打殘了一點 頭車再砸一發 也沒有把勝率給砸掉 哇 NBL這邊修得很不錯 那待會勝率補下了科技之後呢 每一個科技都會增加5滴血 神聖思想加15滴 那再增加這個科技的 河外血量5滴血 所以待會會變成50滴血的勝率 那勝率戰來說的話 阿茲還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波西米亞反而還好 沒有那麼大的優勢 這邊戰鬥兵上前再偷偷點一下 NBL點下了就是思想跟輪走技術 看來要專心打工程 呃 對方工程器的一個戰術了 勝率招工程器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單位 那最近觀眾朋友有發現 我的影片最近風格又回來了 最主要是因為最近工作太累了 然後早上也沒有去買一些提神飲料 所以導致講話有點昏昏沉沉的 然後又爆肝 那今天終於 比較有精神一點點了 因為買到了一些飲料 紅茶之類的 我最喜歡喝紅茶 這邊來看一下腳站 這火箱在後面輸出 供兵一直往前 小用硬點森綠 但森綠的血量太多根本點不死 只點掉兩隻森綠喔 哇有點尷尬 騎士 終於點光 這隻戰毛兵 一直往後走 好 米亥這邊打出了高地優勢 這邊高地城堡直接建立起來 所以最近的影片 應該我還是比較偏向於 我可能有精神的時候在拍吧 不然沒精神的時候拍 講話確實會有點昏昏沉沉 口條也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跟各位說一聲抱歉喔 最近的影片可能 內容不是非常的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喔這個出來了 胡斯派戰車 對啊我記得他有兩個戰車兩個字嗎 那胡斯派戰車這個鎧角 是有個細節要注意的喔 他的鎧角是蠻害怕對方投射的傷害的 在上次大改版的時候 頭車對胡斯派裝腳是有外傷害的 所以現在投射車砸這個胡斯派戰車 傷害是非常痛的 一下高達五十幾滴血吧 還是七十幾滴血吧 好我記得三發還四發 就可以砸掉一台胡斯派戰車 好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阿茲特克的投射車 好 那波西米亞打了火槍 在前面想要秀 喔這邊中到了一發大碗的 OK這毛兵打了一個不錯的傷害 也是收掉了非常多的火槍 OK直接一個炮彈射死了這個僧侶 那胡斯派戰車的話算是工程系喔 所以阿茲特克人喔 需要遭對方胡斯派戰車的時候 也是需要研發這個救贖思想 好那波西米亞非常晚時間 才點下宗教防樂 他可能沒有時間點喔 因為剛剛前面在出奴兵 還有騎士喔 還有工兵的關係喔 造成他沒有太多資源可以去點 那我是覺得有修道院的話 早點點下喔 對自己經濟來說是比較好 畢竟村民增加移動速度 是可以增加經濟效益的 畢竟在農田跟伐木的時候 也是需要走來走去的 好阿茲特克也點下地龍死蛋 那波西米亞還沒有點喔 這個時間點偏晚了 那MBL算是非常早點 有點硬要的感覺 74村就點下去了 最主要是因為他只有2TC的關係喔 對方是一個很正常的3到4個TC 開農邊打邊農 所以村民術領先人大約30村 而且手推推也安下去了 阿茲特克雖然現在有時代上的優勢 但是軍事上經濟上可能會有點吃緊喔 軍事有點慘 欸這個頭車是不是砸錯 怎麼感覺好像砸到資格了 好這邊想要在右邊高地建上城堡 這個城堡能否建立起來呢 火象軍往後走 沒有想要這邊硬打 MBL喔 且打且退且珍惜 終於補下了一級龍 哇感覺他這邊科技像才補下喔 經濟會很慘 但是米亥這邊經濟非常的好 基本上該點都有點 好點一下地龍時代 欸打的居然是步兵 波西米亞打步兵沒什麼問題啊 他只有馬不太行 他馬也沒拼種 沒有三級防 但是他步兵基本上是可以打的 該有的都也有 這樣我們比較常看到是 級兵 配上這個火槍 還有榴彈炮 是波西米亞最強的後期組合 那如果是要打劍兵勇士的話 那就要特別注意阿滋特克 會不會轉出暴勇士喔 如果轉出暴勇士來的話 轉出劍兵勇士 可能會有點難打喔 這邊再升弓兵喔 升這個步兵 好 這邊來到快130村 裝法技術也直接補下 城堡再繼續輸出 這個血量瘋狂被輸出 兩台托使車慢慢長 趕快補下血量跟防禦力 好 等一下裝甲步兵 縱火技術 還有練甲 那為什麼我這邊可以直接斷定波西米亞 不會出級兵呢 因為沒道理阿 對方不是馬國 你出級兵沒意義嘛 那你剛剛升步兵開甲 一定是要升劍勇 那為什麼要升劍勇 最主要是因為要Counter對方的老鷹 老鷹是很怕劍兵勇士的 但沒想到他不是想要靠火槍解決 鷹勇士喔 而是要靠劍兵勇士 這就非常有效果 那我記得波西米亞也是有 軟甲技術的吧 好像有 好 這邊城堡 4台均勻投司機 硬材沒有問題 2級攻3級防點下 雙兵工廠瞬間研發好 阿拉斯特克也升級了自己的槍兵升級 這邊升槍兵不確定是為了要防什麼 可能放對方的騎兵爆 因為自己戰毛兵太多 可能下意識就覺得 喔對方應該屯了一些騎兵喔 待會是想要來解戰毛兵 所以NBL這邊反應也算是正常 並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但如果他一看到對方 劍兵勇士走出來 他應該傻眼 現在他的垃圾兵 不管是重裝長江兵或是戰毛兵 瞬間都會被劍兵勇士給砍爆的 好 那這邊城堡跟TC都拿下 NBL這邊經濟打出了一個不錯的侵略傷害 但是村民樹還是非常落後 落後了快要50村了 好 上方的 這根城堡如果建立起來 這塊金就不能繼續挖 破西米亞這邊 正面直接退守 左右 雙面開攻 這邊可能大概再蓋個城堡 繼續挖野況 好 最後點下了劍兵勇士的升級 三級攻擊點下 這樣劍兵勇士科技全滿 待會要做的事情就是 灑出更多的農田 然後爆出更多的劍兵勇士了 這就是目前破西米亞的一個 目標 好 那這邊剛剛重裝長江兵走過來 探查一下 看到對方 哎呦 怎麼裡面一堆雙手劍兵 這邊偵查到了 所以米哈也不演了 直接把自己雙手劍兵走了出來 好 這邊可能要先退了 好 這邊均勻投石機有保留住數量 四台直接留著 好 好 四台巨頭直接架起來 又拆右上角的這種城堡 這個均勻投石機五台 能夠拆掉城堡嗎 我們來看看正面 正面大量的升旅 直接在前面當肉盾 坦了下來 60滴血的升旅 被砍了大概四到五刀 還是要得倒地 正面的英勇士直接上來想要硬扛 但是終究扛不住劍兵勇士的傷害 只要三刀就可以砍死一隻老鷹 傷害非常大 OK這邊按了一些暴龍獅出來想要反擊 暴龍獅打劍兵勇士會有外傷害 所以算是一個不錯 打擊對方劍兵勇士的單位 而且這邊城堡也是努力的輸出 波西亞這一波的一個進攻 打得有點 五開並沒有太虧 因為換掉非常多的僧侶 所以這是一個能接受的一個交換 但右邊城堡終究抵不過五巨頭的傷害 瞬間倒掉 自家四台巨頭能夠活下來嗎 只要解除工程模式就很容易被打到 哇 果然有台被打到殘血了 還好沒有被鄭中紅心 MBL這邊是決定要繼續轉出暴龍獅 但是他自己經濟非常慘 追敗林一村 而且輪走技術還沒有點 不是輪走技術 手推車還沒有點 所以他的這個支援運載量 經濟其實沒到那麼好 而且現在肉量也不夠 村民什麼全部都不夠 經濟科技也不夠 暗示對方迷害 村民數來到137 村民還在繼續暗 這就是我們最近常講的150村戰術 已經正式回歸了我們的主要戰術裡 看很多職業選手也是蠻在意黑拉講的什麼 這邊棒棒直接尻一下 棒棒尻起來是有傷害的 這邊城堡繼續輸出 這邊的戰毛兵被砍到非常的殘 數量只剩下一點點 在迷害這邊出劍兵勇士省下非常多的資源 繼續出更多的劍兵勇士去砍爆對方的巨型投資機 這5台巨頭直接活生生的被在阿茲特克城堡底下 直接硬拆爆啦 哇靠MBL居然要被逆轉了嗎 左邊5巨頭還在拆 這邊爆勇士省法即時出來非常慘 因為這邊急速上帝王時代的關係經濟也沒有很好 MBL還能再起嗎 火西米亞這邊火箱慢慢轉的出來 劍兵勇士稍微停了 但是還是要繼續出喔 因為現在的他的坦克是劍兵勇士 戰毛兵跟火槍只是輔助 就跟灌人高手一樣 左手只是 輔助 但是好像原本不是這樣講的 原本是怎麼講的 好像公解了 左手只是預備的 雖然我沒去看電影版 聽說很好看 好 那來看一下右邊 這一棟城堡能不能守住了 這個能不能守住可能就要宣告GG了 5巨頭 那MBL0實料 這裡稍微挖了一點 但5巨頭一發的傷害高達2000滴血 直接被尻成800滴 再來一發直接瞬間倒掉 正面的部隊爆勇士成功守住了高地 但是後續的部隊無法跟上來 MBL城堡沒有了 最後一洞裡直接被打爆 怎麼辦呢 沒有爆勇士 就打不贏劍兵偶士 打不贏劍兵偶士 這邊就會直接被硬尻回來 柏西米亞這邊農田已經灑出了67片田 直接讓MBL打出了GG 這一棟城堡是最後蓋出來的 當然也是無事餘補了 畢竟人家已經淹到人家門口了 重要的礦區也沒辦法好好挖完 右邊這邊也有面臨待會被騷擾的局面 反正是柏西米亞這邊轉兵打得非常漂亮 很難得可以看到柏西米亞 打出自己的文明特色之外 還打出了一些特殊的戰術 因為劍兵偶士開局 在柏西米亞這個打法來說 是比較少進一點的 因為大多數的柏西米亞玩家 都會想要直接走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趕快升級榴彈炮 然後升級擊兵啊火槍兵啊 的系列打法去做一個壓制對手的做法 那我覺得迷害這一手打得真的是漂亮 真的是太漂亮了 左右開攻瘋狂打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沒意外的話是柏西米亞 這邊拿下非常多的勝率 黃金這邊MBL只拿下一點點的勝率 真的是一點點耶 他只移一塊錢耶 14897對上14898 人家多贏人家一塊錢 這個強軍士跟經濟爆真的是差距蠻大的 真的是強軍士沒有把對方打下去了 就真的要GG了 那也是因為迷害這邊守得不錯 而且有給對手一直持續壓力 讓MBL一直覺得對手也是打強軍士 結果殊不知迷害後面早就已經早早開農了 開農之餘也是除了一隻火槍兵跟奴兵 還有聖旅騎士在座面前耀 讓MBL感到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才一直出兵沒有專心 所以導致後面這些結果 我覺得這個算是 現在這個META很適合 就是你一直邊農邊打邊農邊打 讓對方猜不出來你到底在想什麼 但是村民也是不要一直斷 一直按到150村 才是重點 因為你的人口就是你的經濟 把你的人口一直維持在200人口附近 那就是可以讓你的經濟最大化之外 也可以讓對方感受你的軍隊最大化的一個能力 好啦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得到更多真火 好期待 快點 順